有很多的高僧大德 遇到任何的逆境都不起疑心 遇到坏人也没有自我保护的意识 处于安然自在 也不担心这个人是来害我的 连防人之心都没有 请问师父 是不是他们知道有些果报是要自己去受的 必来之则安之 所以才不去避开这些截难呢 你这个是完全就是妙论 所以佛法里面最要防止的就是这些妙论 妙论什么意思 妙论就是 就是不是正确的这个言论 叫妙论 哦 ok 怎么你你怎么知道高僧大德他们不防啊 高僧大德全有防人之心的 一个人被人家要伤害 他本身就是一种愚痴啊 对不对啊 怎么可能随随便便被人家伤害啊 你告诉我呀 嗯 你不是开玩笑啊 哪有不防人家的 只是说他不介意 不执着 哦 他防备是防了 他知道了 他不执着在里边 哦 随缘 哎他叫随缘 他怎么会不知道 不知道他叫愚痴 很多人被他骗了还不知道 那叫愚痴 不叫智慧 听不懂啊 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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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